2024年2月19日,星期一,龙丽正月初十,每日资讯简报,加拿大新闻 1.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前妻Sophie引发轰动,她的前医生男友Marcos Baitoli被曝与一位神秘女性Auna现身约会 这一曝光引发热议,特鲁多的私人生活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焦点 2. Woolwich Street一家加油站的劣质油问题引发恶星连锁反应 数十名车主称,上周五在该加油站给车辆加了劣质油后,汽车出现相同故障 内燃机受到污染,导致车辆稀红 车主们纷纷受害,加油站受到关注 3.加拿大物价不断攀升,许多加拿大人为美洲的食品杂货感到发愁 有报道称,一家墨西哥超市在加拿大境内开设,提供相同的杂货 价格却低于加拿大,引起了市民的关注 4.本田宣布在加拿大发起一项大规模召回 受影响的车辆近6万7千辆,此次召回是因为前排乘客气囊传感器可能存在安全问题 本田为确保车辆安全主动进行了召回 5.在加拿大看病不易,一名患者肚子疼痛,前往医院排队等候一小时才能查出结识 这再次引起人们对加拿大医疗系统的关注,呼吁改善医疗服务的效率 中国新闻 1.成色预警下,湖南湖北将遭遇剧烈降温和冻雨,局地降温超20摄氏度 武汉多索学校紧急通知延迟开学,寒潮影响加剧 2.新疆富运县土耳鸿乡气温创新低,降至零下52.3摄氏度,打破新疆极值 3.甘肃瓜州暴雪导致4.2万旅客滞留,以妥善安置,近江道路逐步恢复 3.文旅部发布数据显示,春节假期国内游人次达4.74亿,较2019年同期增长19.0% 总花费超过6,326亿元,同比增长7.7%,创下新高 4.央行公布数据显示,春节假期期间,日均网络支付交易额高达1.25万亿元 日均处理交易26.3亿比,同比增长18.6%,支付系统持续繁忙 5.河南开封一工厂发生爆炸,已至3人死亡,13人受伤,2人失联 官方通报称,铝水泄漏至铸造井中引发爆炸,警方全力排查事故原因 6.河南开封发生悲剧,十岁男孩在人群中被烟花击中后身亡 6.家属称,烟花扎尽后脑爆炸,警方全力调查凶手身份 7.一男子乘船从海口到湛江途中跳海失踪,目前搜救仍在进行 7.湛江至海口高铁新动向,正深化过海轮渡选址研究 8.魅族宣布停止传统手机项目,全面向AI领域转型 8.这一战略调整,标志着魅族未来将专注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9.高河汽车宣布停工停产6个月,此前已延迟发工资,取消年终奖和实施全员降薪 9.公司正面临经济困境,采取紧急措施,应对 10.中国海警在沙金海域展开常态化执法巡查 9.旨在维护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9.国台办回应称,坚决支持大陆海警部门的行动 9.国际新闻 1.印度成功使用自主研发的运载火箭发射气象卫星 9.旨在促进印度的环境监测、海洋观测、天气预报和救灾行动 9.这一成就,为印度太空技术再填新篇章 2.泰国前总理他信获得假释,理由是他患有严重疾病,且年龄超过70岁 这一决定在泰国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 3.荷兰海牙发生骚乱事件,使危者冲击一所剧院并纵火烧毁多辆警车 4.警方出动催泪瓦斯,已平息骚乱,事态引起关切 4.特朗普推出个人品牌限量版运动鞋,鞋身通体金黄,售价399美元 4.此前一天,特朗普因欺诈罚款3.55亿美元,却推出高价运动鞋,引发热议 5.乌克兰军队决定撤离阿夫杰耶夫卡,普京祝贺俄军完全控制该地 美国总统拜登表态,将乌克兰军队的撤离归咎于美国国会不作为 接下来是今天的深度解读 1.2024年2月18日,以色列总理本亚明内塔尼亚胡在星期六表示 无需继续与哈马斯进行加沙停战的谈判,并指责哈马斯提出了妄想的要求 他表示,只有通过没有先决条件的直接谈判,才能达成外交协议 内塔尼亚胡回应美国总统乔拜登的要求,还代表参加在开罗进行的停战谈判 但他表示,谈判目前陷入僵局 哈马斯首领伊斯梅尔哈尼亚在星期六发表的声明中指责以色列阻碍加沙停战谈判的进展 他表示,哈马斯不会接受任何条件,除非以色列完全停止敌对行动 撤出加沙,解除不公正的围困,并释放被长期监禁的巴勒斯坦囚犯 卡塔尔首相阿波杜拉赫曼·阿勒萨尼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表示对谈判进展持审慎态度 他指出,谈判的难点主要集中在加沙人道走廊和为交换哈马斯释放人质而被释放的巴勒斯坦人的数量 与此同时,以色列军方在星期六逮捕了100多名涉嫌恐怖活动的人 其中包括在汉尤尼斯纳塞尔医院进行搜查式逮捕的人 以色列军方声称在医院发现了武器和以色列人质姓名的药品 同时表示他们并没有打击医院发电机,尽力保持医院供电 人道援助方面,拜登政府人道议题中东特使戴维萨特·菲尔德表示 以色列的空袭和急需物资入境点的混乱导致人道救援无法进入加沙 他指出,尽管以色列官员没有提供确切证据 但激进分子可能利用其他援助渠道来影响救援地点和对象 战斗导致加沙中部受到空袭,造成40多人死亡 包括儿童,并打伤至少50人 拉法的恶劣天气加剧了超过百万躲避冲突的加沙人口的困境 其中约140万人被迫涌入拉法,生活条件极为恶劣 加沙卫生部报告称,自10月7日以色列对哈马斯宣战以来 近29000人死亡,其中多数是妇女和儿童 二,在俄罗斯取得战场中要胜利的同时 有报道称,其空军在乌克兰战场上遭受了重大损失 据乌克兰官员透露,仅在俄国防部宣布夺取前线重镇阿夫杰耶夫卡当天 无空军部队就成功一次性摧毁了三架俄军先进飞机 乌克兰空军司令米克拉奥列神丘克在社交媒体上宣称 他们在过去的24小时内击落了两架苏富34战斗轰炸机和一架苏富35战斗机 目前,俄国防部尚未证实或否认这一消息 但有多个俄罗斯电台频道报道称 在阿夫杰耶夫卡地区有一架苏富35战斗机失踪 这一消息若数时,将给俄罗斯造成至少1亿美元的损失 由于这三架飞机的配置 有分析认为,俄罗斯在阿夫杰耶夫卡地区的胜利 因失去先进战机而蒙上阴影 其中,苏富34被视为俄空军最出色的战斗轰炸机 而苏富35是一款先进的多用途战斗机 可能的情况是,在苏富35战斗机的保护下 两架苏富34在执行对地攻击任务时受到对手导弹的打击 乌方并未透露具体摧毁飞机的方法 但有可能是西方援助的爱国者导弹系统发挥了作用 对俄空军构成了威胁 尽管这次俄方损失了先进战机 但在整体俄乌战况中 乌克兰军队在阿夫杰耶夫卡地区的撤军 使得俄罗斯取得了战场上的优势 然而,即便战胜蒙上阴影 乌克兰仍然宣布这是一场胜利 随着乌克兰军队撤离该市 俄罗斯控制阿夫杰耶夫卡地区将远离顿涅茨克市 降低了乌军对俄军据点的炮击能力 为俄军乘胜追击创造了条件 此次损失应当让俄军引以为戒 但在乌克兰方面看来 这是一场仍然值得庆祝的胜利 祝各位观众有个愉快的一天 明天见